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雅雅 我們現在打一下四乃生倉子的夢魘吉 那這邊帶大家用免費的隊長雪萊來做一個通關 那我這隊的話其實只有一張10抽卡 就是樂樂 那如果你有用Omax選樂樂的話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 那時光牌的話 帶的是換取生命的代價LV5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 我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開幻化的主角 好 我們抓流光珠 就是這一顆 畫面上這一顆 然後塞到雪萊裡面去 好 我們直接讓雪萊進到栗戰 只要有附上死鬼 雪萊就會進入栗戰模式 然後栗戰模式就有一個加康 然後不會被鎖祭 然後 所受傷害不會死你死亡 反正好處很多 所以就是趕快讓雪萊進到栗戰就對了 好 那栗戰要進去的話 一來是死鬼直接附上去啦 二來就是 全隊開招超過5次 一樣會進到栗戰 但是那個太慢了 所以直接附上死鬼 比較快 好 那第二回的話呢 要更正 啊 對啦 第二回 好 第二回我們就開樂樂 好 來 接著我們開雪萊的飢餓 好 然後我們抓拔刀斋 OK 好 這邊就是都靠拔刀斋去輸出了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這邊我們開拔刀斋 好 然後我們去抓拔刀斋轉一個滿版 就是我們平常在習慣的那個轉法 只是現在 隊長是雪萊 好 如果沒有多天降那一組水 減傷會剩20% 傷害一樣是足夠的 所以不用擔心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三 好 第三我們開雪萊的記憶 然後我們點光水水 好 來 接著我們開拔刀斋 好 那這邊要抓拔刀斋去把滿版轉到就可以了 好 拔刀斋你只要有消到那個 好 應該不是說拔刀斋啦 把雪萊 這一隊 你只要開拔刀斋 你有轉到滿版 那個拔刀斋是可以連發的 因為隊伍技 隊長技有減CD 那拔刀斋主動技本身擊斃敵人又有減CD 好 接著第四這邊我們把熱熱打開 好 來 接著我們開拔刀斋 好 那拔刀斋這個版面 水珠 你角色珠再抓下來的話 水珠會變21顆 所以我們要想個辦法 把水珠用一顆關起來 好 那這邊我們就是用三顆星 把一顆水關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著我們把星珠放到邊邊角角 好 然後我們消一組星珠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就會是數字23 就是20顆水加上3顆星 好 那拔刀斋當然要放到格子棉去 這樣子 OK 好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 我們就開幻化的主角 好 來 接著我們開雪萊的記憶點暗水水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抓拔刀斋 OK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五的話我們一樣開拔刀斋 然後轉滿板 好 這邊就把滿板轉到位 OK 好 那剛好就是 對啦 有消到四組 就可以無視2、3、4、5屬 然後這個是拔刀斋的隊長技 OK 好 接著來到第六 好 第六這邊我們開樂樂 然後我們開雪萊的記憶 然後一樣點暗水水 好 來 接著我們開拔刀斋 好 那這邊的話就抓拔刀斋就好了 這邊沒有特殊需求 我讓他要連環開 下一關是 雪萊的場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七 好 第七我們就開黑酒的記憶 好 那這邊兩組光石字 雪萊的角色珠抓下來會剛好是10顆光 那這個版面 其實已經很接近兩組光石字的排列了 我們就抓下來 然後稍微再把它重新排列一下下 這樣就可以了 路徑算還滿簡單的 可以多試幾次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八 好 第八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筆桿的記憶加記憶 好 再一次 來 接著我們開拔刀斋 好 那一樣就是抓拔刀斋 然後去轉滿版 OK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那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開黑酒的記憶 還原碎裂 好 來 接著我們開樂樂 然後我們開拔刀斋 好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換成抓水組 我們就是要轉 水跟星加起來等於5C 就是把星珠放到第二跟第五持行 好 哇 這個傷害 Q開頭的 好 接著來到第九 好 第九的話我們開拔刀斋 好 那這邊一樣就是去把滿版轉到位 OK OK 好 接著來到王一 好 王一第一回合我們可以開血來的祭二 好 來 接著我們開血來的祭一 然後我們就點光猩猩 好 那這一回合先直接送他 好 那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開樂樂 然後開拔刀斋 好 我們一樣轉滿版送他 OK 好 這樣子30顆就全消完了 好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我們一樣開血來的祭一 然後我們點光水水 好 來 接著我們開拔刀斋 好 那這一回合不要抓角色豬喔 我們就直接轉滿版送他就可以了喔 OK 因為你抓角色豬等下天亮光下來 那個減傷 百分百就打不到敵人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好 接著來到第三條血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開拔刀斋 然後我們抓著這個流光豬喔 等一下塞到那個 拔刀斋裡面去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樣用那個滿版的轉法 好 這樣子塞進去 OK 好 不管那個死鬼 那個珠子附在水或星上面 都是可以轉到滿版的喔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是雪來過這個夢魘 也是有一個雙成就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